基隆的国门广场呢 去年跟著名美术馆来签约合作 他们展示一顾雕刻大师 著名绅士系列的作品 旅客的雕塑 但是近来呢 有旅客就发现说 这个雕塑好像有点怪怪的 也因为呢 脸上竟然出现黑黑的烟巴 基隆国门广场前的旅客雕塑 脸上出现黑漆漆的烟巴 不管是观光客还是基隆市民 通通都无法接受 当然是缺德啊 但是当然 基隆市国门广场 去年跟朱铭美术馆合作 展示已故雕刻大师朱铭 绅士系列作品旅客雕塑 不料最近被民众发现 拖着行李的绅士脸上 竟然被吸烟者拿来吸烟 艺术作品被糟蹋 大基隆市府获报紧急派员来查看 第一个时间后 我们就指派同仁到现场去看 那个租名旅客的作品 的受损的情形 那经过我们同仁回报 那个作品是因为是同志的作品 所以说外观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回损 幸好大师作品没有被回损 基隆市府松了口气 同时市府还强调 国门广场全面禁烟 为者可处两千到一万元的罚环 未来将会加派人员巡查 至于广场前的大师雕塑 展期直到今年十月底 市府呼吁民众 除了维护珍惜 租名大师的遗作 更要爱护展出的艺术品 记者黄玉杰 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